在给出您解决方案之前 我要告诉您一些事情 WhatsApp对话储存在安卓设备的Google云端硬盘中 而iPhone和其他iOS设备则以不同的格式储存在iCloud中 这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这意味着几乎没有办法 直接从Google云端硬盘和iCloud之间转移WhatsApp对话和附件 那么如何才能将WhatsApp备份从Google云端硬盘转移到iCloud呢 您需要其他第三方工具来帮助您完成此操作 在这里我建议您使用iPhone、iTransfer或WhatsApp来进行传输 它让您有机会轻松且成功地在两个系统截然不同的设备之间转移WhatsApp数据 您只需三小步就可以成功进行WhatsApp数据传输 步骤一 将iMyPhone、iTransfer或WhatsApp下载并安装到您的电脑上 启动程序 然后在界面上选择跨设备转移WhatsApp 步骤二 使用数据线将安卓设备和iPhone连接到电脑 当程序检测到两部设备时 单击转移 然后选择WhatsApp Messenger或WhatsApp Business开始此过程 重要的是要确保安卓设备是原设备而iPhone是目标设备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您只需单击转换即可成功进行转换 步骤三 在完成数据转移之前确保设备与电脑的连接 完成后 安卓设备上的WhatsApp对话将展示在iPhone上 当您将所有数据转移到iPhone时 您可以选择备份到iCloud 通过使用此方法您就可以将WhatsApp备份 从Google云端硬盘转移到iCloud 您学会了吗 如果你认为我们的视频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哦